出生在印度的加拿大籍藏人女學生齊美拉姆 當選多倫多大學釋迦堡分校的學生會會長 卻遭到中國留學生的詆毀和謾罵 2月8號 微信上出現反對拉姆的文章 文內聲稱 拉姆拿中國學生繳納的學費去推廣藏讀 因此號召中國留學生連署 反對她成為學生會會長 連署書聲稱 齊美拉姆在社群網站中 提及敏感的政治言論以及公開支持藏讀的行為 損害了國際學生間的關係 而這項連署活動企圖以群眾運動的力量 推翻多倫多大學學生們合法的選舉 卻有超過9000人參與 同時 拉姆的社交網站賬戶 遭到大量疑似中國留學生的留言攻擊和謾罵 加拿大級作家盛雪認為 這不是一般的學校霸凌事件 背後還包含民族 信仰 宗教以及國家政權和霸權的問題 中共控制海外華人 把留學生當成私產 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據瞭解 多倫多大學有1萬多名中國留學生 佔國際學生的最大比例 在聯署網站上 同時也出現了支持拉姆繼續成為會長候選人的聯署 提案者的理由是 拉姆作為現任的學生會副會長 沒有對種族和性別表現出偏帶 過去一年來也沒有出過什麼問題 而且她的團隊組成也是多元的 另一個支持她的理由是 拉姆在校外參與的任何組織 不應該影響到她在校內的活動 拉姆有權表達她的信念 她也從未對其他學生的信念說過什麼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 這件事折射出整個中國大多數人缺乏基本的普世價值 更缺乏基本的自由民主精神 除了來自中國學生群體的霸凌留言外 這起事件也在其他學生群體間引起迴響 有不少臺灣和香港留學生以及網友 紛紛到拉姆的Instagram帳戶留言支持 對外界的鼓勵 奇美拉姆發文 除了表示感謝大家對她的支持 她還表示 她個人的這次經歷 不但不會讓她受到阻礙 更能為多倫多大學的學生們開啟有意義的對話 我也希望呢 加拿大反共聯盟能夠就這件事情站出來說話 因為這些中國留學生對這個藏人女孩的這種霸凌 實際上呢 就是依仗了中共這樣的霸權 在這兒對自由民主人權 對這兒的言論自由 對我們的這個集會自由 對我們的這種身份自由 等等這一系列的挑釁 而這種挑釁絕對不能任由他們這麼胡來 奇美拉姆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 她曾經是學生會副會長 因為之前參與學生會的經歷 她很瞭解中共如何通過向孔子學院等機構 來干預加拿大各大學的事務 她擔心家人以及朋友會受到干擾 同時她也證實 多倫多大學已經對這起事件展開調查